金正恩亲自主持的劳动党第八届五中全会扩大会议 同时宣布新的人事任命 外务省第一副外长崔善基成为北韩新任外交部长 今年57岁的崔善基被视为北韩最有权力的女性 并深受金正恩信任 年轻时曾前往大陆奥地利马尔他留学 英文十分流利 在80年代进入北韩外务省之后 担任外交官与发言官 长期参与美国事务以及北韩核问题谈判 因此有美国通知称 2010年崔善基担任外务省美洲局副局长 并在2016年升任局长 2018年成为负责北美事务的副外相 这次人事任命 崔善基不但成为北韩第一位女性外交部长 还同时被任命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与政治局候选委员 相当受到器重 但是他的政治之路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平稳 2020年因为跟上级意见不合 被罚劳改三个月 不过有消息人士指出崔善基受罚的关键之一 可能跟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有关 他除了不信任崔善基并疑似直接参与劳改决策之外 2021年崔善基的国务委员职务遭到撤换时 也是由金宇正代替出任 让金宇正几乎成为北韩二把手 更有人预测金宇正会在权力更大的党组织中谨慎 只不过这次第八节武装全会的人民名单中 却看不到金宇正的名字 两人之间的权力斗争 俨然是一出北韩宫斗戏码 记者亮云综合报导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的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cti108就有折扣了